小朋友各個賣力衝刺 跟著高科技的互動一幕 彷彿置身佩佩珠的經典場景 另一區還能跟佩佩珠一起跳尼克恩 平時卡通中的畫面 透過科技一一重現 他好像都很興奮 每一種都很興奮 對 這台車 他最喜歡這台車 他們喜歡佩佩珠 他們最喜歡哪一隻啊 佩佩跟喬治 佩佩珠玩偶一出場 小朋友各個超興奮 搶著要和他拍照 展場每一處又都有家族的角色 拍照打卡做紀念 他們生氣的時候 會發出一種氣的聲音 而同心樂園新辦的昆蟲展 同樣是家長帶來放風的選項 小朋友甚至應景的 打扮成蜜蜂和蝴蝶 近距離觀察昆蟲學習知識 或許就是假日好天氣出太陽 展覽涌如人潮 不過別擔心 接下來一周天氣都會回溫 這一波東北季風預計 在明天20號就會逐漸減落 但是下周一20號一直到22號 周一到周三 台灣附近的水氣是比較多的 緊接著一周 從20號到22號水氣增多 西半部和東南部局部短暫雨 其中周二雨是最明顯 各地有短暫雨 不過東北季風明天起減弱 氣溫逐日回升 下一波東北季風增強時間 約在周六 而且模擬強度 將可能是入冬以來最強的一波 跨過強烈大陸冷氣團的門檻 21號全台灣各地都是短暫雨的天氣 那降雨也會有 也有這種局部較大雨是發生的機率 另外颱風外圍環流 周一開始影響台灣 預計會有三天的降雨時間 民眾出門可別忘了攜帶雨具 這本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